標題《破浪男女 探索情慾與自我迷失的台灣禁忌之作》 亞洲地方須雲文封教保守 卻也拍攝要不小這類情慾電影 或許首先定義什麼是情慾電影罷 情慾電影 是指具有性含意描述的電影 但其主要目的並非單純引起觀能刺激 而是以性來表達一些概念 如哲學、藝術等 或植作描寫與性相關的內容反映社會狀況 此類作品遠遠流長 不者在記憶中 曾看過而有印象的亞洲區作品 相繼由1982年的《烈火青春》 1994年的《晚九朝五》 2007年的《色界》 2010年的《安非他命》 《珠·淺阿爾南同志》為主題之作品也 2015年的《同班同學》 2016年的《下女友》或 2018年的《三夫》等 以上這些電影均擁有不錯的故事線 能夠具體及細緻地描述出 男女主角為何深陷於情慾世界中而不能自拔 或許在這個世界上 每一個人家會著迷於一件事 往往由嗜好 變成了興趣 跟著再沉迷 甚至進入了泥足深陷的境界 但過了這道界線 就會使得人生血肉模糊 甚至毀了辛苦建立下的正常生活而不置之 說回這一部《破浪男女》 在台灣上映之時 網上曾引起一陣的熱話 號稱是赤道最大的台灣電影 導演則為名導演楊雅哲 更有影帝吳行人主演 吸引力著實不足 故當畢者德式本地有特別長相影 遂及不及代購票入場觀看 畢者曾看過楊雅哲 於2012年執導的女朋友男朋友 以及2017年的血觀音 覺得是小見的台灣佳作 能夠深刻地描畫女性的愛慾心態 但看過本片之後 最大的感覺就是片子缺乏明顯的故事線 沒有完整交代每個人物的內心傷痕 究竟源自於何處 純粹以一些抽象的唯美鏡頭 去堆砌男女主角的情欲深磨 只是不者可能對過於抽象思維的鏡頭領略不足 故實有點搞不清 那位小女警留主評 究竟是否一個由男生變性而成的女生 主 戲中有一幕 其上司戲弱他 仍未能完全變成女生 誰引起要不者的一些遐想 還是只是受了小說的荼毒 進入了一個思覺失調 識的空間裡 將自己幻想成情鬥初開的小男生 而不自知 故此未斷的高潮氣氛 講述他由二人進展成三人行的性愛場面 不者變看得有點一頭無水 究竟其中經過是真還是虛 是否純粹出於女主角的幻想 還是男主角自責的心態下 所投射出來的景象意義 傳片除了吳行人的角色以外 其他角色的描畫略嫌平面 只見兩位女主角不停在一些莊嚴的場合中打嘴炮 繪形繪式地渲染自己的性愛經驗 藉此製造一些離經半道的荒謬場面 去衝擊社會的道德規範云云 在這些片段中 卻讓不者聯想到心經中式不義空 空不義識 識即是空 空即是識那四句無上解語 故此懷疑他兩口中的種種遭遇 是否只屬於子虛烏有疑義 不者個人便不大欣賞這種表達手法 僅能說此非不者的那杯茶而異 反觀吳行人的角色便描寫得不錯 這是個求人得人的情長浪子 為了創作小說 故須不停接近角色女生 吸取其情欲之點的 再寫於小說裡去取閱讀者 他卻因而變成了善於掌握女性心理 俘虜他們的情長殺手 但到了最後卻遭其反誓 讓自己崩潰於自我失落之中 最後 不者又忍不住天馬行空的胡思亂想 本地的新導演能否拍攝出同類型的作品呢?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就算他們敢於創作 但由於其首部作品 多需要有關當局之撥款贊助來拍攝 相信評審們僅看了首兩頁之劇本 便立即會斷言否決題案 即使幸運地得到批准 也難以找到肯為藝術而犧牲的男女演員 由是如此的緣故 大家還是拍回有關民生為主題之作品吧 多謝各位讀者或者觀眾 收聽或者收看La MovieBlog的影評 最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 請在YouTube上訂閱、點讚、給予靜庭 謝謝 謝謝